欢迎收看我的小师配音教数学 我们这堂课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了对排列组合该怎么去认识的讨论之后 我们为了要让自己在计算上面更流畅 就是我们还是要来懂得说这些符号都是怎么使用的 来习惯这个阶层跟排列记号 阶层的话是从1乘到n 所以我会让学生自己写 我们很快的顺便带你练习 1乘2是2乘3乘4 2乘3是6 6乘4是24乘以5是120 120乘以6是720 因为12乘以6是72 我会要求学生6结以强能够直接打出来 7结是7120乘以7是5040 你如果想要自己算算看体验一下 你就按暂停把这三个都写完 8结的话是40320 9结我们前面看过的是362880 10就再补一个0 3628800 来看下面这一题 要你算这个计算 我要利用这一题教你们一个算阶层 其实我们算次方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降低它的计算难度 8结是1乘到8 所以它其实是8倍的7结 因为7结是1乘到7 你再乘一个8就是8结了 所以8倍的7结减3倍的7结 剩下5倍的7结 而7结呢是7倍的6结 所以5倍的7结是35倍的6结 可以吗 35倍的6结 加3倍的6结是38倍的6结 可以吗 那6结是6倍的5结 所以它是228倍的5结 可以吗 来减一个5结 所以我们要的是227倍的 5结是120 所以就可以直接写了 227 然后454 172 可败 了错了 进1 272 40 然后来看这个排列记号 这个pn取m 其实是n接除掉n-m接1符号 或者说公式来说是这样 那你要懂道理 就是说我没有取的 因为我取m个 所以我没有取的n-m个除掉 那我对这个公式很不熟的原因 是因为我都用后面这个方式算 这个因为很实用 很实用 就是说pn取m就是n接 这个前面是指最大了 n接最大的m个数连程 因为你如果比如说p13取4好了 p13取4 那你不是13接除掉怎么样 每一取的是9接 所以你就会把1乘2乘3乘4乘5 6、7、8、9都约掉 留下什么 10、11、12、13 所以是不是前面最大4个 所以你如果看我后面计算的话 你都会看到我从13往下数 就13、12、11、10 所以这个要记起来 这个在计算上会提供不小的便利性 以至于便利到我对这个公式都不太熟了 所以这个p100取2多少 100乘99 9900 是不是 来p很特别的这几个现象 看一下pn取1是多少呢 让学生想一下 n颗球取1颗出来排列有几种出发 就是取哪一颗嘛 所以这个是n 我们用上面讲的n接前面最大的一个数 就是n嘛 或者什么样 n接除掉n-1接 这个n接最大是n 第二大是n-1 第三大是n-2 最小是1嘛 所以它是1×2×3×n-2×n-1×n 那对这样子的有概念 有一个概念在 所以它最大的那个是n 就是n接除掉n-1接去留下n 可以吗 那pn取n呢 n颗球取n个出来排列 那就全取出来排 파� 所以什么n接 像pn取n 下面也是n 所以n-2n是0 下面是0 0阶是1 我们这里没有写 0阶是1 所以就是1分之n阶 来这个最重要的 pn取n-1是多少 那这个pn取n-1 n科球取n-1科出来 我们举实际的数字 10颗球取9颗出来排列 有机会怎么排法 其实答案是10阶 为什么呢 这个 假如说ABC 我们选小一点 6颗球取5颗出来排列 ABCDEF 6颗球 好不好 取5颗出来 所以我只有1 2 3 4 5 5个位置给他配对 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 因为没有取的那个地方 自己也算一个位置 就在口袋里 没拿出来 对不对 没拿出来 所以说他这个1 2 3 4 5 还有一个XX 这也算一个特别的位置 所以其实这个算出来是6阶 可以吗 或者怎么说 N-掉N-1 因为现在M是N-1 那N-N-1是1 N-N-1 所以他会是1阶分支N阶 那还是N阶 所以这个概念要有 就是P10取9是10阶 这样 那PN取0呢 10颗球 一颗都不拿出来排 有几种取法 有1哦 不是0 是1 有一种取法 下面是两个比较特别的 P的结果 看看就好了 不用背了 就是说 6阶是720 他刚好是P10取3 刚好就是这样 那7阶呢 是5040 他刚好是P10取4 这个问题 如果PN取A 会等于PN取B 然后A加B是15的话 A大于B 9A 那有发现 答案应该是多少吗 他其实在利用的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PN取N是N阶 PN取N-1也是N阶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 你明明取不同科 因为他这个没有等号 A大于B没有等号 也就是说A跟B 是不同的数字 你明明取出来的科数不一样 却会有一样的方法数 那就是因为 你是全取和少一颗 这两个 所以其实就代表说 N就是A 然后B就是N-1 那合起来是15的话 等于说A是8 就颇一半嘛 是8加7 B是7 这一半的课程中的 这一半的课程中的